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变成了5比52 宽级配置的必要性 我一直强调的一点规避黑天鹅事件 实际上这个作用是达到的 尤其是在9、10、11月份 连续出现长生生物、康胎生物、医药大量采购等各类黑天鹅 老话常说 我赴门前是非多这股市 也大概这个样子吧 下跌趋势下 总是少不了黑天鹅具股民动物协会说 很有可能还有黑系的我的天哪 这股市怕是真的要改动物源了吧 所以这个时候配置宽级并用定投的方式进行下去 是比较合理的规避风险的方式 三 跟国家队一起跳舞吧 实际上我们都应该注意到了 自2015年以来 参与了就是的数万亿国家队 已经逐步撤出了二级市场 已经不再直接参与市场买卖 那他们去了哪里呢 他们并没有刀枪入库 他们大部分都去了参与了指数定投 以南方500ETF为例 该基金总规模为297.99亿 第一大持仓人为中央会金 占比为39.463% 季度报告比例降为29.64% 份额无变化 所以跟着国家老先生一起来一曲华尔兹六客房 你记过这老哥们吃过亏吗 四 下一轮牛市指数基金会 使主力军随着颗创版逐步落地 未来注册制 也会逐步放开个股选择的风险 以及波动会非常的巨大 这位普通投资会带来很大的风险 但是市场总是熊熊牛牛 牛牛熊熊的不断轮回 脾机太来的事情 总会发生 所以从风险配备看 指数基金会是下一轮牛市的主力军 从确定线和安全线 省心省力的角度 我都认为中正五买和护身三买是最佳选择 我也从140余家主流的跟踪这两类指数的宽击中 选取了其中四家 组建了悄悄凝组合 由于众所不知的原因 最近才说的话 不太受雪球待见也没什么曝光度 希望有缘人能看到本2018我的财富故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�� ini mut powder 入归 入彩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